我以為這次我們球教練團 他對這個比賽相當的看重 然後這次的比賽也... 所以我們在南部訓練的也相當的積極 我們對相對選手 他對這次的比賽也是蠻注重的 也是很想要拿冠軍 請你而問 我還是看好我們自己球的 我們一定行 城市對抗賽來到了尾聲 妍藍就成了南北雙雄爭霸的場面 同樣拿下四勝的和庫和台電 雖然都確定拿下了冠軍戰門票 不過兩強還是要在預賽的最後一天 拚個你死我活 雖然和預賽的戰績沒有關係 但是誰才是業餘的第一把交椅 這面子之爭會讓球迷看得更過癮 一局下半和庫的第一位打者 打擊超向親目宣親的王興泉 先敲出了二壘安打 接著台電的先發投手 吳明成控球出現不穩 包中了兩位打者 接下來要面對的是這次的聯賽 很有可能拿下打點王的熱門人選 武力偉 這次左邊方向的滾地球 這下子一口氣把壘上的跑者 都給清光了 雖然打下了三分打點 不過從本壘開始 自己卻也在本壘結束 台電一直到五局上半才以攻勢 靠著對方的失誤 還有開路先鋒蕭柏亭的長打 一口氣追回了兩分 但是何庫就是不讓對手追近 接連的三隻安打有效的串聯 和第一局一樣又攻下了三分 四分的差距 台電怎麼可以說放棄就放棄 七局上半大反攻 先是靠著深遠的二壘安打 攻下了第四分 而在壘上有人的情況之下 靠著第七棒的郭仁傑的安打 把壘上的跑者都給送了回來 雙方的競爭又回到了原點 可惜的是,台電這場比賽的投手群 並沒有辦法有效壓制何庫的打者 在八局下半靠著兩隻長打 又攻下了兩分 兩隊這場比賽 一共動用了12位投手 而何庫就是靠著八局下半 這寶貴的兩分 以8比6擊敗了台電 雖然兩隊練兵的成分居多 不過激戰的程度 更讓人期待這兩支球隊 在接下來的對決 結束了為期兩週的第一屆 城市對抗賽 六支球隊都有不同的收穫 而剛成立的四位新朋友 都還在主訓階段 整合程度無法跟今年累月訓練 比賽的傳統甲組球隊相比 不過也看得出 社會甲組棒球的全新氣象 而希望藉由城市對抗賽 來增強台灣棒球實力的體委會 也對城市碑有更大的目標 很高興今年的城市棒球隊 第一屆的開打非常非常的順利 也有很多球迷的支持 也有很多球迷打電話 到體委會來 就是說對我們城市隊 這樣子的一個球技的一個開打 也給了很多的一個鼓勵 那在未來如果說我們的城市隊 可以蓬勃發展的話 那我相信就是除了我們自己的城市隊 在國內比賽以外 其實我們也可以邀日本 韓國臨近的這些國家的這個棒球隊 城市隊來台灣做比賽 那我相信這樣子一個多元的一個比賽 不只可以精進我們的球技 那也可以讓我們的這個城市棒球隊 跟其他的國家臨近的國家 做一個競技實力的一個比賽 那我相信這樣子是很多民眾的一個期待 對我們來說最主要還是希望說 這四年之後或是在這四年當中 你看能不能給我們一些一些市政府一些 可能比較基層工作也可以 不要說四年過後 就是怕四年過後又要重新找個工作這樣 你說像這次組這次市府隊或是怎樣 其實他有一個計畫就是說要三級棒球 有時候要去交 可能也可以從這個方面來跟我們一些工作 我們希望未來城市隊的企業 就是有一些企業可以加入我們這個城市隊 比如說台中市他是威打超順的一個企業來支持 那我們也希望未來的這些城市隊 有興趣的企業可以支持我們的這個棒球隊 那讓我們的這個城市隊的球員 除了打球以外在未來他退休了以後 可以到企業來工作 那現在以目前為主我們這些城市隊的球員 其實他除了打球以外 那各縣市政府比如說台北市、台北縣 這些球員他們在打球之餘 他們也到各學校去做專任教練的一個工作 比如說到小學、國中、高中去 在基層裡面擔任教練 所以這樣我覺得相當的不錯 11月初一共會有21支球隊 來角逐協會杯棒球賽 也是四支城市隊下一個舞台 在10月份新球員招考 以及接受徵招的中華隊員們 回歸母隊之後 相信城市隊將更具有競爭實力 球員們也可以看到更精采的球賽 這個球,我們看一下 大家做外野獸,林立偉鋪下去 來吧 這個球,三里方向,林立偉接到最後 陳相依賴 這個球,三里手,林立偉接得相當精采 陳相依賴是他的秘密技術 對,三里手及看一次 這群推動中 這個球可以做得好 但是你也要做得好 你的球也要做得好 你也要做得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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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也要做到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杨茜茜 杨茜茜茜 準備 對不起 這個時候拿刀的時候 在右外野方向 右外野手裡骨疼 右外野手裡骨疼